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LDA就是咱们的线性判别分析它的一个数学原理 然后咱们再来实际用一下吧 就是我们要用Python实现出来这样一个LDA咱们非常简易的一个线性判别分析的方法 并且咱们来看一下它降维的一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还是老规矩咱们说一下故事背景 我们这回选择数据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数据集还是那个远远花数据集 这个远远花数据集就是有花钩的长度宽度花瓣的长度宽度 一共它是有四个维度 然后咱们的目标什么咱们的目标就是说对于当前的这四个维度 然后我可能认为这四个维度不好为它建成个两维的可不可以 咱们要做这样一个降维的任务 并且在这里我们是有一个标签的 它最后都给我们标注了当前的这个就是当前这个数据 它是属于哪种花的一共是有三种不同的花 样短数据大概150条数据是比较少的 然后这个数据就是在这个网址上也有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数据下下来 或者说按照这种方式直接的去读一下 可以直接读它其实就是一个.data的文件 相当于也是读这样一个.data的文件 那一开始我是先把我的一个数据给它读进来了 并且咱们来看当前数据它有一点比较不好 就是最上面没有给我指定一个列名 所以说在这里我需要自己加一个列名 在这里就是我指定了咱们的一个列名分别等于什么 然后在我显示数据的时候 我再把我的一个名字给它加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代码就做了这样一件事 然后咱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就是我的几个数据 一共是有150条的 然后每条数据当中给它指定了它的一个名字 并且指定了它类别的一个标签 在这里就是一般情况下 当我们去做一个接学义任务的时候 我们来看它的标签什么样 它的标签是一个紫尊串吧 紫尊串是我不太喜欢的 所以说我能不能够把这个紫尊串做一个转换呢 转换成它的一个0123 这是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现在拿到的数据又长什么样子 拿到数据又长这个样子吗 X是我的一个数据 一共是有150条数据 然后每条数据它都是有四个指标吧 华厄的长度宽度 华半的长度宽度 一共是有四个指标 这是我的一个X 我的一个输入特征数据 然后我的一个Y就表示当前这个花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类别的 这就是我的一个Y 然后我要做什么 然后在这里就是SKLearn当中的预处理模式 它有一个Label Recoder 这个Label Recoder 它就可以帮你去做咱们的一个 就是帮你去做它的一个标签 也是比较简单的 它会你去自动点Fit一下 它就是我们来看 就是我把我的这个Label Recoder拿出来 然后点Fit一下 我当前这个Y 它这个Fit跟我们之前的Fit不太一样 它如果说就是你之前 咱们训练模型是FitX吧 那现在做标签 咱们要Fit这个Y 然后你可以Transform一下 Transform之后它是0123 然后如果说你想以1开始 你再给它加上一个1就可以了 所以说现在我这个标签 就是1对应一种花 2对应一种花 3又对应一种花 当前我的一个Y 就是长这个样子 三种不同的花 对应这123 三个不同的类别的一个值 然后我要求什么 咱们拿这个PPT上 一带来看吧 围绕之后我们这个PPT 咱们就一个去求呗 咱们看啊 就是说 当我要进行一个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指标 咱们必须要去算的 每类样地的一个均值 这个东西是咱们必须算的 所以说呢 第一步啊 咱们先把这个均值给它算出好 在这里啊 写了一个循环 就是咱们一共不是有三个类别吗 在三个类别当中啊 我们分别用南排点min去算一下啊 这里就是说 Y等于等于这个 就是相当于是 把属于当前这个类别给它拿出来 并且呢 算了一下啊 咱们的一个均值是等于什么 然后再打印出来 第一列的一个均值 不是第一列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类别的 第二类别的 第三个类别的 三个类别的均值啊 先都给它拿出来啊 分别都是有四个值 为什么四个值啊 因为咱们有四个特征嘛 所以说它应该是一个 就是长度为四的 这样的一个向量嘛 这一步啊 先把咱们四个类别的一个均值 给它算出来 然后呢 咱们要干什么啊 咱们从这个结果来看啊 从这个结果来看 我只需要什么啊 我只需要一个 类间的三部矩阵 和一个类内的三部矩阵吧 只需要这两个就可以了啊 因为我最终的W 就跟它俩相关吧 跟别的都没关系啊 所以说我只算这两个东西 不就可以了吗 计算两个矩阵啊 一个是类内的 一个是类间的 那咱们就一个个去算吧 类内的等于什么 这块我直接把公式啊 在咱们PPT复制过来了 类内的啊 这不是PPT啊 这是我嘴就又写了一个 类内的一个三部矩阵 咱们来看 类内的是一个SW吧 SW等于什么 它等于比如说 咱们现在有两个类 那是不是咱们就说要求个核啊 在咱们当前这个二分类位置上 那它是S1 加上一个S2 那三分类呢 它是不是还要加上 咱们的一个S3啊 咱们要算啊 咱们的一个类内的 一个分散程度 那这里怎么去算啊 是不是 上面的时候 我算了一个M值啊 咱们的一个均值 那这回呢 我们就要用上了 对于每一个样本 X来之后 都需要减去 它的一个均值吧 但是呢 我们是怎么算的 是属于当前这个类别吧 我们来看 这块有个X属于DI 当就是表示这 这个S啊 得是同一类样本当中 同一个醋 红色这个醋啊 还是蓝色这个醋啊 得是同一个醋当中啊 所以说 这是我的一个SI值 该怎么样进行计算 X减去MI 再乘上S减MI的矩阵吧 相当于算 它这个平方向吧 在这里 我先把我的一个SI算出来 算出来我的一个SI之后啊 接下来就是 在我的 接下来就是 我把我的一个SI啊 先算出来之后 然后呢 有了SI之后啊 是不是我就可以算 我这个SW这个值了 它等于所有的SI 加在一起 不就完事了吗 在这里啊 咱们就来看吧 首先我指定了一个 NunPyLz 4乘4的 算它的一个 4乘4的一个矩阵 因为我的一个 结果 它是一个4乘4的嘛 所以说 先把这个 4乘4的矩阵啊 先给它构造出来 构造出来之后呢 然后我就 直接的去算吧 在这里 我写了一个循环 去完当中啊 我就不断的 去上一个点DOT 然后计算吧 不断点DOT 然后还有加等于吧 因为咱们这是 算它的一个累加核 在这里 复应完当中 我就取到 当前这个类别吧 Y等于等于 当前的一个C 然后呢 在这里 我们来看 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的一个R 相当于什么 我的一个R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X嘛 减去我当前的一个均值 再乘上我的X 减去我均值的一个转质嘛 就是啊 咱们的一个代码的角度来说啊 跟我的一个 就是公式啊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这个机器学习啊 就是 当你推导出来的 它的一个公式 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按照你的公式 去写这个代码 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现在 我算出来是SE S2 S3 然后一个都算出来了 都算出来之后啊 咱们来看 这是两层循环吧 外层循环相当于什么 外层循环相当于是 你这个SE算完了 S2又算完了 S3又算完了 算完之后怎么办呢 给它加在一起 不就可以了吗 加在一起之后啊 就算出来了 我当前这个SW值嘛 来看 这是一个加等于的吧 相当于啊 我的SW是等于SE加S2 一直加到 有多少个 加多少个 那现在啊 就把我这个SW 它是什么 它是类内的三不矩阵 给它算出来了吧 算出来之后啊 打印了一下 当前我的一个 类内的三不矩阵啊 它的一个结果是找什么样子的啊 基本上 反正就是一堆值啊 这些值具体是买意啊 咱们也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一个矩阵值 矩阵值算完之后 然后算什么 我要算类内 算完了之后 我要算类尖了吧 类尖是什么 那这里要看 类尖就是SB吧 SB怎么算啊 就是均值和均值之间去算了吧 就是不同类别之间的均值 进行计算了 SB怎么算呢 我们来看 这块有一个 MI-M 我想它有什么 就是我的一个就是不同类别之间的一个均值了 比如说MI这个均就是这个它意思啊 就是把其实它把这个东西进行了一个简化 因为咱们现在要算的是这样的一个矩阵 所以说啊 在这里简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算当前的这个MI啊 和我的一个就是总体样本的一个均值 做这样一个比较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实际计算可以做这样一个简换 做简换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算啊 我类尖的一个散布的一个矩阵 类尖散布矩阵当中啊 就是我们引入了一个全局的一个均值 通过每个样本跟全局的均值 做这样一个比较 跟我们这个PPT上还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在这里我们希望计算的更快速一些 在这里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同类别之间啊 跟我整体均值去做咱们的一个差异性的一个对比 还是同样 还是我们希望它这个差异啊 是越大越好的啊 咱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 只不过说啊 稍微把我的一个公式做了咱们的一个变换 原来咱们是m1-m2 咱们现在呢 只不过说是引入了全局的一个均值M啊 咱们用它来去算类尖的一个散布矩阵 那这里啊 到我们算完了 类尖三部矩阵比较简单啊 就是不同类别的一个均值 分别减去全级的一个均值 这样呢 我就得出来了SB啊 它是我的一个类尖的散布矩阵 类尖三部矩阵怎么去算啊 南派点0144乘4的一个矩阵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吧 咱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落在哪啊 就在下面这一步 用我的一个就是min vector啊 咱们的一个当前类别的一个均值 当前类别的一个均值啊 是我 就是刚才我们不是算了一个min vector吗 咱们刚才不是已经算好了 在这块的一个min vector了吗 然后这块我们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用我全局overall 这是我全局的一个均值 现在计算出来 用全局的均值啊 就是当前min vector减全局的均值 点dot一下 min vector减全局的均值 再点转置一下 这样呢 我就得出来了一个sb的结果值 sb的结果值啊 咱们一共有多少类别啊 再给它加在一起 就形成了最终的一个 内间的散步矩阵 在这里啊 打印了一下啊 我的一个sb 它就长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的一个 内间的一个散步矩阵 然后咱们怎么说的啊 咱们是不是说 当你有了一个 内内的散步矩阵 还有了一个内间散步矩阵之后啊 我要给它进行一个 乘法的操作吧 乘法操作之前啊 还有个还有一点小差起 就是我这个sb啊 这个sw要先对它 求一个逆吧 这个-1啊 相当于是个求逆 再乘上我的一个sb吧 所以说 咱们现在就去做这样一件事